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,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拉西姆萨法维表示,沙特若想对伊朗发动袭击,将会是极大的愚蠢。 沙特发动任何袭击,都将收到伊朗对沙特皇宫的回击,头一天就将受到上千枚导弹轰炸。 萨法维表示,伊朗军队有着针对各种不同级别威胁的作战计划,伊朗军队已经到达了地中海,现在伊朗拥有中东最强的军事势力,但是,伊朗真的可以对沙特发动一天一千枚弹道导弹的攻击吗? 我们知道,如果出动一千枚弹道导弹,要出动的导弹发射车,通信车,电源车,雷达车,测汇车,运输车,以及需要的野战防空导弹部队,警卫部队,可以出动至少上千辆装甲车辆,导弹发射车和各种后勤车辆,这本身,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。 这就是说为什么,真主党武装袭击以色列,都是零星攻击,我们知道真主党武装拥有八万枚中,远程火箭炮炮弹和建议把弹道导弹,但是,真主党武装从来都是,采取多个阵地零星发射方式,从来都没有集结主力在一起。 对以色列目标,进行火箭弹和导弹高强度射击,因为,一旦发射,一军就立刻可以定位,真主党武装发射阵地的位置,随后,一军战机就会发射精确是导炸弹和钻地弹,导弹对真主党武装的火箭炮,或者导弹发射阵地进行摧毁。 因此,真主党修建了很多特殊地道,准备发射的时候,就从地道里把火箭炮拉出来,发射几枚火箭弹以后,立刻再隐藏进地道。 如果对方拥有非常强的空军实力,实际上,想象当中的重型火箭炮远程打击,导弹密集发射战术,是很难发挥作用的。 对手不会真的拿拦截导弹,去进行单纯防御,战机早就起飞对火箭炮和导弹发射阵地进行打击了。 针对伊朗,美国在5月,就已经在巴林储备了3000枚重型精确制导炸弹,其中还包括500枚威力巨大的重型钻地弹,堡垒破坏者。 这种重型钻地弹可以打穿12米厚土层,攻击隐藏在下面的目标,伊朗最大的缺点就是抢不到制空权。 而且,伊朗防空能力,也相对比较一般,无法有效掩护伊朗极具攻击力的地面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力量。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,不会允许真的有人大规模攻击沙特的。 一旦有人这样做,第六次中东战争,就会立刻被点燃。